真是没想到啊,司马南居然被禁言了 而且司马南被禁言的账号可不单单只是一个平台的 而是全网被禁言了 除了司马南的个人账号之外 他的官方账号等也是被禁言了 至于什么时候解封,暂时还不得而知 但不论怎么说,禁言对于司马南来说 损失是相当巨大的 毕竟这些平台的粉丝加起来总共高达几千万 每天光是靠着短视频播放量打赏收入 就已经是日入抖金了 如果这些账号最后都无法适用的话 司马南的网红之路基本也就是到头了 十多年前,司马南花了25万美元在美国买了一座房子 这事发酵之后,不少人都觉得十有八九和此事有关 司马南的爱国人设就此崩塌 说不定还会迁出点什么别的事情 但在我看来,只要是合法收入,在国外置办个房子 给子女上学或者是工作使用,那都是再正常不过了 有钱人这么做的,多了去了 就算是退一万不说,去国外投资房产保值增值总没啥问题吧 关键是在封号之前,司马南连续发的两个视频 都是和某国内知名的电脑公司有关 当然了,至于司马南和该电脑公司的恩怨纠葛就无需多言了 可能在司马南看来,自己美国房子的事情在网上发酵 幕后的推手可不简单吧 但众所谓杀敌一千,自损八百 司马南的账号虽然没有被封禁 但是这也给他提了个醒 有的时候,胳膊拗不过大腿 该认怂的时候,千万别撑枪啊 互相簿